很多时候 就我很大的困惑 就是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能把日子过成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至今可能到现在 也是 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属于 我现在是为我爸妈 为我姐在后来 因为我已经找不到 我自己活下去了 这一段时间就是真的 对于我来说 挺打击我的一个时间段 就是从19年 从2月份 我刚才提完离婚 然后到7、8月份的 这一段时间 这前半年吧 这前半年是我们的 共同的负债 大概有200万左右 然后就已经还不上了 因为那会每个月还 那贷款要4万 就我自己可能就要3、4万左右 他也有很多 然后每天每天都有催债的电话把关 然后再一个就是工作的压力也特别大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已经跟他说离婚了 然后他就说我不离 一开始是不离 后来就说要离可以 那把我们两个共同的负债拿出来 就是我们一共欠 比如说一共欠了200万 再也应该100万 他就一直拿这个事情在拖 他在寻找一种转机 或者说我们刚才 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转机出现 但是不可能 然后5月份的时候 我公司有掉动 然后我省签从史嘉庄主管 然后升到保定的产业经理 然后我又把史嘉庄的这个新租的房子退了 然后我就搬到保定去 然后在保定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就是从5月份到8月份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就不断地在街道催我的债的 催他的债的 然后包括跟我一块合租的这个小朋友 他也是有负债的嘛 然后就是比较冲击我的事情 就是催他债的人 从史嘉庄找到了保定 找到了我们那个店里面 然后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了以后 我就崩溃了 买了一些药 然后分了几个药房买的 买完了以后 在我们的小区楼下 就拆完了以后 装在烟盒里边 包装都扔掉了 装在烟盒里边 然后开始车 我说给我们的公司的人交代的 都是我要回家 那我当时会不定期的回家了 我说我回趟学家庄 他们说行 他们还比较慢慢的说 为什么晚上回去 因为那会儿已经六点都快几点了 我就开着车开到了一个服务区 然后把车停下来 他接了一个我领导的电话 然后还跟我领导立了个flag 说下个月我们的业绩肯定会完成 挂了这个电话以后 当时已经很清楚很明确的计划着 我要去死了 然后挂了电话以后 就到后座 然后把这个烟盒里边的药 好几百片吧 烟盒里边的药 就一口气都吃了 吃完了以后就躺到后座 然后 手机里面放着音乐 当时什么都没有想 就是 比如说什么我们父母啊 怎么样想了一下 我孩子怎么样也想了一下 然后当时就想了就是 就是 年纪轻轻死掉的人也很多 每天发生意外的被车撞死的呀 或者说得了大病死的也很多 我说人家的父母都能过来 我父母也能过来 人家就是小小年纪 没有妈妈的孩子也很多 别的孩子能过来 我们家孩子也能过来 反正我是过不去了 反正我是活不下去了 就这么想了当时 然后 好像是之前 就是发了一个微博 但是具体的内容 因为后来还小了以后 我就已经删掉了 后来已经删掉了 但是当时 没有很明确的表达 我要去做点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应该相对来说 会可能丧一些的微博 然后 就发了那么一条 我其他的没有跟任何人说 也没有跟我妈妈打个电话呀 什么的 告诉别人呀 就包括遗书都没有留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 手机放着歌 开着飞行 换着歌 然后吃完药就躺下 然后就晕掉了 然后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就是在幻觉里面 就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 就我幻觉了 就醒过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 第二天的下午的六七点钟了 就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了 当时在幻觉里是我们开着车到高速旁边停下车 然后我从车上下来 然后走到高速旁边的绿化带 然后要下去玩 当时有我们好多朋友 有同事还有同学什么的 然后我就从这个高速旁边的那个绿化带就滚下去了 滚到这个草坡下边了 然后在下边挣扎了好久 然后就一直要往上爬 因为那坡特别抖 我要往上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往上爬 好像就是手脚回去了 当时特别渴 非常非常渴 然后幻觉就看树上的东西是一瓶饮料 然后扎下来放到嘴边其实是一片叶子 然后看见很多很多人 然后他们跟我说话 然后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 然后我就一直往上走 然后穿着裙子 把鞋扔掉了 把手机也扔掉了 然后关着脚 然后在这个高速旁边来回走 来回走 走了好几圈 然后后来又穿过横穿的马路 横穿的高速 去到高速的另一边 然后看见前面好像有光 然后就沿着往光的那个地方走 然后有一个开大车的司机 应该是在服务区的 我当时就躺在 就走到服务区了以后 在这个厕所 那个洗手室那儿接了点水 喝了好多水 因为特别渴嘛 喝完水了以后 当时腿啊脚啊都是软的 然后我就躺在那个长椅上 然后在幻觉里面 看见我的同事开着我的车 走了还从我白白手 然后我就雨光中看见一个大哥 走过去的过程 在看我 在地图看我 他上完厕所回来又看我 然后过来问我 说妹子你没事吧 我当时可委屈了 我就哭了 我说我们同事一块出来玩了 他们把我车开走了 然后把我手机也拿走了 然后大哥特别好 说我帮你报警吧 然后他就打了邀灵 说帮我报警 我正跟邀灵这边 描述我的情况的时候 然后我们同事就找过来了 然后当时我还 当时我还在幻觉里 还很懵呢 我还很委屈 我说你们都去哪 咱们一块出来玩了 他说 他就问他俩说 我今天哪里面去啊 他说我们在外面 跑了一天客户 你看 就是发他和我们 好客户的拍的照片 而那个时候 我就突然间就醒过来了 哦 突然想起来了 哦原来我 之前吃了饺子 原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幻觉 然后 到后来 第二天 第三天 我才知道 就是 头一天晚上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每天晚上十点 开会 我们要开线上会议嘛 头一天晚上十点开会 我就没在 找我找不到 第二天 然后 我之前的领导 就我们那会儿 就都是常人经理的嘛 我之前的领导 就给我打电话 还找不到我 就是电话接不通 然后他看见我微博 就觉得不太对劲 然后他就给我保定的同事 打电话 主管打电话 然后问我 结果我没在保定 然后他就 他就意识到 我肯定是出事了 然后他就给我们 那个总部的人打电话 然后问我家里边的 持续签署的电话 然后我们总部的人 给我老公打电话 问我回头回家 我老公说没有 然后又从老公那 问到我姐的电话 结果我也没去我姐家 他们就觉得 他女人出事了 然后我的车 就是在我公司买的嘛 我的车是有定位的 他们就查我车的定位 查到我车在服务区 然后就 刚好我们那两个同事 在哪个附近 然后他们就先开车 过去找到我的车 结果车上没有人 然后车门还开着 然后他们就 因为我人在对面的服务区嘛 我已经横穿过马路 走到对面的服务区来了 然后他们正找人的时候 我就听见这边的服务区的人 在朝那边服务区的人 在说这边有个女的情况不太对 然后他们就跑过来一看 就说我这才把我找到 然后跟我老公打电话 然后他们开车 把我接回去 第二天我姐从北京 回到施压庄嘛 然后带着我去医院 然后那个时候 我跟大夫说 一开始他们都没有想到 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包括我姐 当时还以为说 是不是什么尾上身了 或者怎么样的 就没有想过 我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当时就把我姐 他们都支开了 我跟大夫说的事情 我说我吃了 吃药了 然后大夫说 这样的情况 你必须要住院了 然后说 而且你要必须要跟你的家属说 他说你不说 我私下人也会跟他说了 他说我现在把他们交易进来 然后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可以吗 然后那个时候 我姐才知道 我说原来是这样 然后紧接着就立马就安排住院 然后就是9月 因为那是8月底的事情 8月31号的事情 然后9月份就住院 住了一个月的院 然后这一个月的时间 就我老公经常 经常来看我 有的时候要会陪我说说话什么的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不像之前表现的那种 不近人情 就是跟仇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不是了 然后到我出院以后 到10月份 就我出完院了 然后又回去工作了 回宝宾工作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我回去看我闺女的时候 然后把我闺女送回去了 然后她说我谈谈吧 然后她说我同意离婚了 大家领证吧 然后10月份理完照 这对我来说就可能真的就是 大胆不死 比我后福 就一切的事情 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陆续陆续的就好转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 就是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 收获最大的 就是我可能重新 对于我和我父母的 我和我姐姐的 就是真正的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重新有了定义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就是可能之前的那些伤害也好 都不太理 不太 不会让我有很难受的感觉 但是真的就是 就是我爸爸妈妈 我姐姐对我的支持 就是对我的包容 那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很让我 会感动的地方 就是我曾经以为 因为曾经就是我特别独立嘛 因为曾经以为他们会 会不管我 或者说会嘲笑 但是最终其实发现 就是真正还是 确确实实是只有自己的亲人才会 毫无条件的去接纳 一个很受伤的女孩 对 就是有很多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确实挺不孝顺的 就是包括我现在 我知道他们很想我 很多时候都很想我 但是可能 就是 就是仗着自己 有这个毛病 也仗着他们知道我有这个毛病 所以就放着自己 就不想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就不打了 我就是 其实我给他们打电话 算是打的比较少 我可能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才打一次电话 然后每次打电话 说我都特别开心 就说哎呀 你终于打电话 就我姐每天每天 跟他们聊天 就是他们已经 习以为常 接不接了 但是我打一个电话 他们就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对十年后的自己 说一句话吧 或者一道 几句话 十年后的你几岁了 十年后的自己 41岁 就希望十年后的 自己能够 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 你能够活为别人 我能够为你自己做 活得精彩也好 精彩也好 反正就希望十年 去吧